要讓高雄市甚至台灣產業轉型 因此韓國瑜訪美之行 定位在學術以及科技之旅 高雄的未來一定要開放 就像宋朝的女人我小九 未來台灣的頭腦 一定要不能國產 一定要開放 高雄一定要開放 是我們唯一的國路 在高科技方面 韓國瑜在洛杉磯訪問了 產值高達10億美金的這家公司 最特別的是 有四位來自台灣的科技專業人士 在這家公司工作 並且當面向韓市長提出建言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就是高雄 首先在貨出去人進來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在地的思維 這不是一個國國思維 應該反過來 是人出去然後貨進來 好的貨進來 然後人出去外面去看這世界 如果說我們台灣是要 走向國際的話 應該是反過來這樣講的 另外可以將最新的科技 像人工智慧與傳統產業結合 適合跟傳產做結合 去輔助它的傳產 使它的產能更高 或是它的速度比較快之類的 甚至是農業 整個種植包含培育 這些都讓它更聰明 包含就是像用一些AI技術 去控制很溫 很濕等等 另外台灣最大的問題 還在於產官學沒有相結合 我們怎麼去就轉型 讓這些資源就變得就是 可以跟全世界接軌 事實上這些了解台灣問題 專業人士的建言 許多都和中央的政策有關 而現在高雄市長 韓國瑜有意挑戰大衛 所以這一次的科技之行 應該它獲得很多 也提供給它未來政策的參考 記者公邦華 林姿惠紐約的採訪報導